6月2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 习近平指出,巴巴多斯是东加勒比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 中巴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志同道合,携手同行,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为巴巴多斯发展和中巴合作带来新机遇。 欢迎八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同中方构建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巴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 中方一如既往支持八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愿同八方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政党交往。 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同加勒比关系,将继续为家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帮助。 莫特利表示,我通过此访深切感受到八中之间的团结与友好。 感谢中方为八应对新冠疫情和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彰显了杰出的全球领导力,有利于帮助世界各国和人民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八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中方理念,愿意学习借鉴中方经验。 八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数字鸿沟、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 八方坚定支持一个国家。